哈囉各位你們好 我是DK 今天會不會帶來的是 距離我們上一次看到預告片 已經隔了將近一個月左右 官方終於在昨天的時候 在Discord群組裡面放出了一些關於 第二章的一些更進一步的消息 欸 沒錯 終於有消息啦 那麼這一次的消息有一部分是關於商品 有一部分是關於細節 那麼還有一小部分是關於第二章什麼時候會推出 好啦 那我們就不要廢話 直接來吧 Let's go OK 那麼第一個消息是關於商品的部分 說到商品又說到第一章的話 第一章最大的吉祥物就是那一隻 Huggie Wuggie 對 那隻Huggie Wuggie應該相信有蠻多觀眾想要他的娃娃 那麼官方已經幫各位實現了這個願望 Huggie Wuggie的娃娃正式推出了 雖然這個是幾個禮拜前的消息 總之這次這個娃娃的樣子 我自己覺得是還可以啦 雖然跟原版比起來他的手跟腳是有那麼一點發福 但整體來講OK的 那麼如果你對這個娃娃有興趣想要買的話 那麼我會把這個網址的部分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麼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麼再來下一個消息是關於其他平台的部分 其他平台目前是還沒有要開發的 計畫是在所有章節開發完之後才開始動工 那麼再來下一個消息是關於Puppy Playtime的ARG網址 這個ARG的網址又改了 對 已經改了快三遍了 那他現在改成了Security.Puppy Playtime.com 那麼再來下一個消息的部分是關於預告片裡面 所出現的那個紅色怪物的名字 那個紅色怪物的名字叫做Mami Long Legs 對 簡單好懂 然後也是我們之前在NFT裡面解出來的那個名稱 那麼再來下一個消息是關於第二章商品的部分 第二章在推出之後會有一些新商品一併釋出 我自己在猜啦 應該是一些什麼海報啊 跟一些T恤 或者是一些娃娃之類的東西 我在猜 那麼再來下一個消息 如果你喜歡Huggy Wuggy的主題曲的話 那麼第二章一定會讓你有所享受的 那麼這個主題曲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Huggy Wuggy的那個展示區那邊看到 展示區那邊有個告示牌 告示牌上面有個紅色按鈕給它點下去 你就可以聽到Huggy Wuggy的主題曲了 那麼第二章也會有一樣的東西 再來下一個消息 第二章會有遠比第一章多的原聲音樂 大概15首 那麼第一章的原聲音樂一共有11首左右 這也代表說 第二章的流程會比第一章還要長 大概是這樣 那麼再來下一個消息 第二章會有我們以前沒有看過的玩具 這也代表說 遊戲裡面會有一些全新的玩具 可以讓我們去猜說後面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新的呢 什麼有的沒的東西 反正會有一些我們在之前沒有看過的一些新的東西就對了 那麼接著下一個 我們在預告片裡面看到的毛毛蟲角色 將會有所不同 甚至更加的古怪 OK 那麼如果你之前有看過那個預告的話 那你應該會有發現說 裡面某一段會有一隻毛毛蟲 從那一個遊樂場的後面爬出來 這個地方如果你放量的話 你會發現說 毛毛蟲的身體其實很長 好像還有連接到後面的管子裡面 那這邊官方是講說 在預告片裡面所看到的毛毛蟲 將會有所不同 會變得更加古怪 那這也代表說 這一隻毛毛蟲到時候在正式遊戲裡面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樣子 然後它的模式跟行為 可能會變得更加的古怪 有的沒的 今天的最後一點是關於 第二章的上市日期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第二章即將完成 上市日期還沒辦法百分之百肯定 但他們估計大約在三週 一週用來幫電腦版收尾 兩週用來處理手機板 所以目前估計約 三個星期完成 那麼往後推三週的話 大概是在 4月19號那一個時候 可是目前這個是官方他們估計的 所以說 有可能會是三週 有可能兩週 有可能四週 倒有可能好不好 反正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會落在 4月底的時候推出 我在猜 這邊還是要再次跟各位強調 這邊是他們 推估 並不是肯定的 OK 那麼除了這些消息之外呢 官方還有額外放出一些 關於第二章的一些小小的圖片 真的小小一張而已 那麼這裡的話 就不帶各位去 一張一張看過這幾張圖片了啦 那因為這幾張圖片呢 主要就是在跟我們講說 第二張的一些玩具包裝 Mummy Long Legs的啊 Catby的啊 Huggie Wuggie的啊 反正就是這幾個玩具包裝的 一小部分的圖片而已 那麼這些圖片裡面呢 有一張比較吸引我的眼睛啊 就是這一張 警告 請勿把這個玩具 暴露於非常極限的高溫下面 然後這個玩具呢 應該就是Mummy Long Legs 這是不是在暗示說 Mummy Long Legs怕一些高溫呢 也有可能到時候 我們就是要拿高溫來對付他 好啦觀眾們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POPP Playtime第二張的一些 新消息的部分啊 那麼也歡迎各位在下方的留言處 留下你的想法 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 好啦觀眾們 我是DK 那我們在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垃圾 我們有能力的 我們可以看